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精进 而且我个人来说 每学上课之前所有的问题 在上课的时候都能给我解答掉 但是到了今年我们在学第三次 学四加星五加星的时候 其实因为可能没有实修的老师带 那么我们这个班整个的状态 大家都比较松散 本来我们是礼拜四下午必须常修的 每一周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节目段 其实大家都在散漫 那么我们现在解决办法 就是说我们再回过头去 又学从第一次开始学 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够或什么 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想问问康布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是办法 或者让我们自己更加精进去做 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谢谢 对 这个 比如说你们第一年的时候 主要是学习还没有去打坐 那么学习呢 相对来说 比打坐还要容易一点 这是学呀 大家去理解 其实这个不是很辛苦的 那大坐 比如说大坐 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时间有点长这样子的话 难度上讲 大坐就比学习还要难一点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原因 比较松散 可能是第一个原因 可能是这个原因 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比如说 你们现在刚刚这个大坐 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大坐的真正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时间还不够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这么一个过渡的时间 从学习转到这个禅修 然后呢禅修的真正的这些 这些正面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的禅乐啊 这些呢 还没有尝试到 这个中间呢 有可能有一点点 推步 或者是松散 这个是有可能 那这时候呢 你们回头学 可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你们还是 因为这个已经学过了 所以呢 你们还是要 就努力 坚持进一步的 这个往前走 可能是因为这个 大家适应了以后啊 这个禅修的这个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适应了以后 第一个就是适应 第二呢 你们在禅修当中 就是感受到了一些禅修的 一些正面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们对禅修一定会有 甘心趣 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努力 可能这样子比较好 感谢观看